7月5日 湖南华融县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溃绝后 在团州院内的7680名民众被紧急疏散转移 除选择投靠亲友的村民外 共有3224名受灾民众已被集中安置 7月7日晚 中心设计者在位于华融县职业中专的团州乡亲集中安置点看到 临时安顿在这里的受灾民众情绪稳定 借住的学生宿舍有空调开放 有单独的洗漱间和卫生间 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必须的生活用品 一些有需要的民众也领到了志愿者们筹集的换洗衣物 现在我就来到了华融县职业中专安置点的食堂 据我们刚才了解到 今晚共有一千多名安置村民在这里就餐 为了让村民们能够吃得健康安心 食堂也是对于食品的营养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搭配 包括还配有西瓜 酸奶 还有一些栗汤等等的食物 今年78岁的团北村村民义德堡回忆 当时洪水来得很快 他家距离馈决位置只有500多米 正在倒田施肥的二儿子一看情况不对 连套鞋都没来得及拖 立马飞奔回家 开车载着他和老伴跑到大堤上 到晚上6点多钟 政府部门安排车辆 将他们转运至华融县职业中专安置点 义德堡说 安置点的志愿者对他们十分关心 每天都会来寻房 询问老年人身体有无不舒服 现在他最关心的就是家里的房子有没有被洪水冲倒 盼望能早日回到家中